伏青番薯丸 每家每户都会做番薯丸吃 象征合家团圆生活美满 如今番薯已被营养学 与医学专家反复证明为绿色保健食品 番薯丸这一美食 也已经从原来的小山村走向整个福青 成为福青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作福青番薯丸需选取新鲜番薯 紫菜 包菜 以及瘦猪肉等食材 严格按传统工艺制作 首先将番薯去皮切成小块 放入蒸锅蒸熟 之后把番薯倒成泥状 加入番薯粉慢慢揉成团 馅料方面则是将紫菜 包菜切成丝 加入搅过的瘦肉 用生抽 蚝油 料酒等调味搅拌均匀 材料准备好后 取一小块团子摊成皮 裹上适量的馅儿 包好后搓成圆球状 煮番薯丸 汤底可以用猪骨头熬 适当加盐巴和味精 汤沸以后再将番薯丸下锅 约煮七至八分钟 直至丸子都浮到汤的表面 并且体积明显膨胀 即可出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